敬禮 了名和尚 敬禮 撒迦正空上师 敬禮 十六世大宝王喀玛巴 敬禮 徒登大吉上师 敬禮 檀成三宝 敬禮 心天附魔的祖尊 魏陀菩萨 切然尊者 师母 丹真家座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盟 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兼挪威代表 廖东周大使及九弟师姐 中华中中委会法律顾问 卢文祥律师 周费方律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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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 中委会会计师 特依萨师姐 恩娜哈斯曼 帕汉先生 印尼成功企业家 吉娜卡纳纳夫人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登节目制作人 西亚吉思姐 博士教授团叶淑文教授 台湾区华光功德会前秘书长田叶毅师兄 亨利 马来西亚纳都李海安师兄 纳丁李清师姐及千金李奇师姐 马来西亚纳丁车飞师姐 马来西亚歌星小甜甜莲花怡飞师姐 香港亚洲青年协会副会长 陈俊达师兄 香港洪生实业实业有限公司 陈俊达师姐 高欢贤医师 高欢贤医师 康吏 庄敬耀医师 庄敬耀医师 高欢贤医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现在进入广告时间 下个礼拜天7月15号 是海洋节 现在叫做龙节 海洋节 海洋节 7月15号是海洋节 龙节 所以那一天会去 Chanatown 所以没有附谋法会 没有附谋法会 下个礼拜天是没有附谋法会的 在下个礼拜天 7月22日 是大广化网附谋法会 大广化网附谋法会 那么大广化网金刚 是我们生活中 做这个金刚神 非常有力的一尊 非常很有力量的一尊 他是可以治病的 他是可以治病的 那么他的咒语是 大广化网金刚的手印 是这样子的 他的手印是这样子的 那么他有很多的眼睛 很多的头 他形象也是非常特殊的 形象非常特殊的 大广化网金刚本身来讲起来 他是五大金刚法 密教有五大金刚法 那么也有人大广化网金刚没有用 就把它犯成诗人金刚 这个说法不一样 有的讲五大金刚法 是有大广化网金刚 有的讲是这个 加上了十轮金刚 这两尊复范就是这样子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样 那么还有 征佛剥业障 我们征佛中的征佛剥业障 里面的资料非常的齐全 而且应用非常的有变化 另外还有这个有声书 不只是电子书 还有有声书 欢迎大家加入 征佛剥业障的会员 另外这个世尊的文集 这个黄金的句子 其实这个简单讲起来就是军句 其实这个简单讲起来就是军句 那么你弄军句的话 因为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军句好像以前世尊也写过 所以就变成黄金的句子 其实还是经济 那么那是里面有些重要的口诀 所以 请大家注意 这本书 这本书 那么我们今天呢 谈到这个 这个 尾陀天的尾陀菩萨 他的咒语是 OM 尾陀天都 摩哈 这是尾陀天的咒语 那茄兰天的咒语 OM 茄兰 西地 HOM 这是茄兰天的咒语 那首印是一样的 都是金刚合掌 他的形象很好认 这边就是尾陀天 尾陀天 这边就是茄兰天 茄兰尊者 尾陀菩萨 尾陀菩萨 这个茄兰天 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 观圣地经 形象完全是一样的 观圣地经形象完全是一样 那么 在这个佛典里面有记载 这个 三千佛灿 未来三千佛 那么 第一个佛的上手 第一千佛的上手 是伐光佛 伐光佛 视为上手 未来第二千佛 第二千佛的上手 就是 韦陀 那么他本身的成佛以后 就叫罗智佛 他成佛以后叫罗智佛 第三千佛 成佛的 就是 你们不要查 很简单的 就是弥勒佛 弥勒佛 你们在查啦 还是一样 没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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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手就是拿手机的手势 这个 你们拿手机拿罐了 我看到你们手好像都是在拿着手机 就是 就是那个 所以 三千佛 这个 将来 未来 有三千佛出世 三千个佛出世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法光佛 第二个是 罗智佛 第三个 就是 弥勒佛 弥勒佛 等到 弥勒佛下生的时候啊 这个 这个 沙佛世界差不多的 所有人差不多都度光了 这 韦佛菩萨 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记载啊 就是 佛陀涅槃的时候 有这个 脊脚鬼 脊脚鬼 把佛陀的舌力 拿了就走 所有的菩萨 跟这个 罗汉 眼睁睁的看着他走 因为他是 脊脚鬼 很快的 走 跑得很快 就 抢了就走 只有这个 韦佛 韦佛尊者 他马上就 追上去 就把这个佛陀的这个舌力再抢回来 他本身就是有 这个 脊脚神足通 脊脚神足通 潜兰尊者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车子都讲马力 对不对 那么 以前观圣地精也是骑马 他骑的马叫什么马 赤兔马 赤兔马 跑得很快 所以他 也有他的方法 叫做也是一个脊脚 这个 潜兰尊者也是一个脊脚神 现在目前的潜兰尊者 是寺庙的守护神 那么 尾头尊者 也是寺庙的守护神 特别守护 这个 大雄宝殿 中国的寺庙建筑 我以前讲过了 一进去三门 就是四天王 四个天王 曾长天 曾长天 慈国天 广木天 广木天 多闻天 四个天王 一进去都是四天王 正守三门 再进去呢 就是 弥勒菩萨 他是用中国的那个布袋和尚 他变成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正对面 那笑口饮 笑口饮兵 他很高兴的微笑 那么在转过弥勒菩萨 转过去 就看到 委托天 委托尊者 面对的就是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里面 就有所谓的 这个三世佛 那么过去佛 就是染灯佛 那么现在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未来佛 就是弥勒 又有三尊 那是三世佛 那么也有的讲三宝佛 三宝佛一进去 中间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的右手边 就是药师佛 左手边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叫三宝佛 另外还有五方佛 五方佛就是毕如这那佛 阿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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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还有这个 保胜 这个 保胜 保胜如来 再来就不空成就如来 五方佛 结合五方佛 那佛教的这个 一般来讲 这个妇法 寺庙的 就是韦陀跟前南 那么这两尊呢 他都有法 这个所谓 神族 几角神族法 几角神族法 有这两个法 这两尊呢 一个呢 就是用写字 在他的脚上 晚上睡觉的时候 写字在自己的脚上 能够到很多的地方去 这是委托尊者的 那在新竹讲过嘛 是吧 在新竹传过 那 前南的 要夹马 脚上要绑着夹马 夹马 夹马就代表着马 那晚上你就可以骑着马 到处跑 那时候讲 没有讲得很深 告诉你 这个委托菩萨 委托天 委托菩萨 跟潜然尊者 你要看自己 你要看自己 他的脚脚神族通 可以进入过气式 看看你的过气式 你可以进到你的过气式 你就看到你的过去 你要看未来 也可以看到你的未来 也可以看到你的未来 他有那种力量 可以看过去 也可以看未来 可以看三世 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 不只是说 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好像是说 我现在 想要再去马来西亚 我在脚上就写一个字 写一个哈字 那 我出神的时候 一念之间 我很快就到了马来西 然后我想到这个 到了这个欧洲 其瑞典 看掉大使 然后你在脚上呢 绑一个夹马 然后你跟佛菩萨祈祷 跟前男尊者祈祷 我要骑天马行空 到了瑞典 我要去看 廖大使在做什么 那你就可以 咻 马上的天马行空就去了 去了 他们都有这种能力 我发觉 以前这个飞行上的能力 我们这个彩虹山庄 前面不是两个这个 北施吗 北施 那个北施也很有能力 那两个你跟他祈祷 那两个你跟他祈祷 说晚上我要去哪里 因为他很少人跟他求 这北施啊 我们里面还有两只白狮子 这个大门口 那是南狮 南狮是比较温和的 北方的狮子 南方的狮子比较温和 北方的狮子是很凶恶 很少人跟他祈祷 你跟他祈祷 和长跟他祈祷 跟北施祈祷 请你这个帮忙 然后 你可以骑上这个北施 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去 那狮子都有神 我现在我自己家里面 也供了两只狮子 就在大门口 所以我家里 现在很少有鬼来 因为那两只狮子会守门 有鬼来 他马上飞出去 咔嚓一声 那鬼的脖子就断了 很厉害 你去求一下那个北施 求求 真的很有那个 关于这个飞行的 神族通的事情 很多 以前我妈妈 她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善才 善才良你 上面还有一个太平鸟 咬着观世音菩萨的念珠 这种 这种那个观音叉辣 我们称人观音叉辣 在台湾才有 有没有 观世音菩萨咒中间 这边是善才菩萨 这边是良你 另外上面有一只鸟 太平鸟 含着观世音菩萨的念珠 我母亲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太平鸟转世 是太平鸟转世 那有一天呢 有印尼的同盟 送东西到 送一个东西到我这个台湾的家 以前台湾的珍佛秘宴 送来的是什么 是嘎鲁大 印尼 印尼喜欢有嘎鲁大 它嘎鲁大的雕像非常的多 送来的时候 我刚好回去我就给它开光 嘎鲁大 给它开光 嘎鲁大还有咒语 就是嘎鲁大的咒语 那帮这个嘎鲁大开了光 当天晚上 开光的当天晚上 嘎鲁大就找我母亲 我听说观世音菩萨的太平鸟 飞行飞得很快 我嘎鲁大飞行更快 不然我们两个来比 诶 这是我妈妈讲给我听的 她亲自的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太平鸟 一飞起来 那个鸟很小 那个贝尔 差不多手掌大而已 手掌大而已 嘎鲁大多大你知道吗 嘎鲁大很大的 哇比那个老鹰 不知道大上几百倍几千倍的 那一种太平鸡翅鸟 那大得很 它一扇只一扇 海水都会 都会到了九重天的 它一飞 地球就已经绕了好几千了 它以为这个 嘎鲁大以为它会飞迎过这个太平鸟 结果两只飞起来 嘎鲁大已经绕了地球好几千 然后太平鸟一飞起来 它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因为太小不见了 一飞起来就不见了 它不见了到哪里去呢 这嘎鲁大找了半天找不到 原来是在它的这个背上 它停在它的背上 反正嘎鲁大飞多言 我就飞多言 所以嘎鲁大说 这样我输了 算我输 反正我飞多言 你也飞多言 算我输这样 那以后的这个嘎鲁大 就成为我妈妈的坐骑 这是过去的那个故事 我母亲跟嘎鲁大两只鸟在飞行 就是随快随慢 这样子 没想到这个太平鸟一飞起来就不见了 那嘎鲁大拼命飞啊 它闪几下就已经地球绕好几千了 它找不到太平鸟 结果是在它的背上 皱在它的背上 是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一段过去的 我妈妈的这个故事 那么韦陀天跟潜兰天都是护法 你看它的刀 这个潜兰尊者 潜兰尊者的那个刀 叫做安 叫做什么安业刀 清隆安业刀 清隆安业刀 你看韦陀菩萨拿的那个 那个叫降魔处 它那个降魔处 那个降魔处只要一打 神仙都要从空中掉下来 这是降魔处 一般这个按照佛教的规矩 如果韦陀菩萨双手合掌 小魔处横在手背上 它的这个 这个手的肩膀上 这是可以 你可以到那里去请求 晚上你要住在庙里 它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到那个庙里面去住宿 因为它 韦陀菩萨 哪降魔处哪横的 表示接引所有的人 可以到寺庙来住 降魔处 哪这样子的 表示拒绝所有的客户 拒绝所有的客户 哪这样子的 表示拒绝所有的住宿 也就是说你不能来这个庙里面 求住宿 求住宿 我们尾头尊者有几尊 连运上师 我知道有小的 我就是问你一共有几尊 有三尊 三尊尾头 这里也有一尊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 前处触地 没有这样子的 其实有这种形式的 就表示欢迎所有的人 那这样我们彩虹雷杖士 是不是比较小气一点 以后改名叫小气雷杖士 你也不懂 你也不懂说应该要 降魔处如果 横在肩膀上的 是欢迎大家光临 这个意思 欢迎大家光临 欢迎大家来住宿 如果 一只手这样子放在 按照地的 把它改 你把它记下来 再请一尊 再请一尊 它是有规矩的 有规矩的 真的是有规矩的 对 像我们选教吃饭 它有很多很多的规矩 真的 它筷子跟碗怎么摆 就是说还要填饭 如果筷子跟碗怎么摆 它就表示说我已经吃饱了 你不要再填饭 那一般的出家人吃饭 是好像是过堂灾一样 就很长的 大家在那边吃饭 都没有声音的 然后它筷子怎么摆 就是都有规矩 它摆在上面 是什么意思 放在下面是什么意思 那么旁边的 都是在家居士 走来走去 看你摆的姿势 就是你要再装放 或者你要再填一点菜 或者要做什么 不讲话的 但是它一看你的筷子跟碗 它就知道 你已经吃饱了 你需要再填饭 或者你需要再做什么 它有一个规矩 所以在寺庙里面 同样一个规矩 像韦脱菩萨 横在背上的 欢迎大家来住宿 这样子的 表示说拒绝客人 这是一个规矩 但是这个是常人坐来的嘛 常人那边请的 因为它那边 这两尊太大 放不进那个屋顶 会出到屋顶 所以就送来这里 那我们这个彩虹链像师就赚到这两尊 就赚到 对不对 他那边放不进去 他坐好了 他放不进去 希望他每一尊菩萨 他都放不进去 然后我们山庄就 赚得好饱 你看 真的 他坐了好多 这一尊也是 这一尊大力金刚 也是常人上师那边坐来 哇 这一尊非常威武 我家里的结界 前靠这一尊 家里的结界前靠这一尊 他很容易观想 很容易观想 四个手臂 一个是金刚锁 一个棍 一个仙佛 一个这个奇克因 观想他四只手臂 观想他的脸 他的头 哇 欧妈妈 然后我就是这样子 在家里 他始终是守住我的屋顶 我是观想他在屋顶上 那片满 大力金刚片满屋顶 门窗 我家的门窗 全部是安上不动名王 那结界的时候 我是天天晚上做结界 因为 我是鬼的克星 那么他用鬼的话 直接他找 我看 找一定找头的啦 不会找你们这些 这个小毛头 他找一定找我 我家里有两只狮子 在这个大门旁 两只狮子 然后 这个每一个门窗 全部都是不动名王 安上不动名王 屋顶 全部都是大力金刚 我的脚下 全部都是金刚地基 叫金刚处 十字金刚处 白满 四重结界 四重结界 这个落地窗 全部都是不动名王 屋顶 全部是大力金刚 我的脚下 我的脚下 就是十字金刚处 我是这样子做的 每一次呢 这个做的 然后我的床 是摇子金母 我的床 床上安的是摇子金母 所以每一次我在做 摇子金母的观想 关 我关的是哪一尊摇子金母 你知道吗 你们从来不知道的 这是一个秘密 还是彩虹山庄的 就是前面那一尊 蓝色的 他的仙佛 他的这个仙佛 散开来 拿着一个 金色的 攀陶 你知道吗 他拿着什么 拿着金 黄金色的攀陶 你看是不是 金色的攀陶 仙佛 对不对 这个头上 这个青软 哨软 他的这个 就是一只布尔 他的软鸟 这个就是在 他的头顶上 我就观想这样 然后就开始念摇子金母 这加持我自己的床 联系加持三次 力量很大 我一加持这个帽子会掉下来 力量非常大 然后在念奏 南摩 三满多摩多兰 瓦子拉兰 汗 一切 就是他的剑一切 就安上 在我的门上 安上了这个 不动明皇 不动明皇 南摩三满多摩多兰 瓦子拉兰 汗 南摩三满多摩多兰 瓦子拉兰 汗 漏地窗 全部都是 安上不动明皇 再来往空中 再来往空中 那些鬼啊 那些鬼啊 一来啊 扫得严严的 给他扫得严严的 他那些鬼没有什么作用啊 什么护法啊 护法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就在 我在法座上喊了好几次了 你喔 如果有胆 你就来找我 什么鬼 有胆你就过来 放马过来 没有胆呢 你夹着屁股给我走 我喊了好几次了 那你养什么鬼 对不对 我喊了那么多年 过来就是送死 对不对 对不对啊 对 对不对 你懂得结界喔 好处多得很 南摩 三万多摩 都烂烂烂烂 哈 这个 那一支刀就砍下去 不动明皇剑 他就砍下去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很厉害的 这个 鬼陀跟前男 也可以结界 也可以做父法 那个鬼啊 抓起来当点心吃 以后 以后 唯陀菩萨 跟这个 前男尊者 这个 叉叉那边的鬼来啊 你就 来一个 就吃一支 来两个 就吃一双 来多少 吃多少 好 在这里啊 我们再讲一点道果 副刺 有位练习道 保刃见 无素 无作素 无作量 入心盼境 十戒度 隐时威夷之便策 二 心结瘦之一切软向 截断任意 其一 练习道 以道之所言 根本位中精进修持 二 保刃见 观修之后 依未解散 身范轮之中 观察心 以前所修之中 身何解受 无认身何物 心不照作 安放以本源 三 无作素 无修三作或四作等数目 无作量 无为此 无为在此 时观修之量 此二则取决于第五 入心盼境 只要 入心静悦则修 不悦则不修 又若悦而不修 则效益不生 不悦而修 则如 马姓益 水姓施 所言 宜心相离 故不宜修 我先解释这一段 什么叫练习道 练习道 练习道就是我们在修灼火当中 你把所有的口节很熟了 一样一样的按照这样子精进去修持 就叫练习道 什么叫保刃剑呢 三 观修之后 一味解散 身范轮之中 观察心仪 前所修之中 身何解授 无论身何物 心不照做安放一本言 我们在修灼火的时候 你可以 觉察到 那个灼火的光 出来多少 因为你可以看到光 像那个廖大使 他可以见到光 你可以见到光吗 可以见到光 他是可以看到光 那你一定要眼睛闭着 你念头在你的这个地方 你突然间你看见了光 这个就是一种 这个保刃剑 保刃剑 不管你看到什么 你心还是在本言 什么是本言 在我们里面 就是在 你念头在你的心 你心是一样的 不动的 或者你的心在虚空中 是不动的 那叫本言 念头不动 就叫做本言 你念头动 就是在观 就是在观 那么你念头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光 这个光的程度是怎么样子 你可以看得见 所以以前有一位 青海无上师 你知道吗 青海无上师 他教人家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 就是看 听 听内在音 听你身体的声音 听内在音 跟看 内在光 他的 这个方法也吸引了很多人 但这里面其实 在密教里面 早就包含了 听内在音 跟看 看内在光 那么你看了 内在光以后呢 心是不动的 在观的时候 心是动的 你看着那些点点的红点 先看到红红点 红红点 红红点聚起来 成为一个大光 成为一个大光 然后呢 这个大光 再成为一片的红色的光 再充满你自己前身 都是红色的光 甚至这个光 从毛细孔出来 你可以看得到 毛细孔的光 显现出来 毛细孔显现出来的光 是可以看得到 那 这个叫做 保刃见 什么叫做无数座呢 无修 三座或者四座 就是三座跟四座 我们 这个一般的出家人 每天要修四座 四座 三座或者四座 就是早上起来一座 中午一座 晚上一座 就是四座 就是三座 那么你早上起来一座 中午一座 傍晚一座 晚上一座 就是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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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座量 无为此时观修之量 无为在此时观修之量 我们不管这个 我们管三座和四座 就可以了 好 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为什么叫做无座数跟无座量 这要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本身 起结于第五 入心盼境之要 入心境 夜则休 夜则不休 他意思是这样子讲 你修着佛 修着佛一定会产生乐 一定会产生乐 快乐的这个乐日 着佛起来的时候 就会有乐产生 那种乐 就是灼火在摩擦中脉的乐 这一种乐叫做大乐 人间有所谓的小乐 人本身如果不休 我完全不休 但是我摩擦 也会产生快乐 那种叫做小乐 讲清楚一点 男生所谓的乐 就是修 一声 快乐一下 快乐一下 就没有了 几秒钟他就结束 女生的乐 就比较长一点 女生的乐稍微长一点 男生的乐 一下子 就结束了 因为有这种小乐 所以才会生孩子 才会生小孩 没有这个乐 你干嘛要这样子做去 生小孩干什么 上帝创造人 我们讲上帝造人也是很奇怪 他就是用这种小乐来吸引你 让你们两个人结婚 送入洞房 享受那种小乐 结果 这种小乐 就造成你的大痛苦 因为你生了孩子 你要养他 要培育他 养育他 花了很多金钱 很辛苦很辛苦 就为了这个小乐 你才会 才会生孩子 没有这个小乐 你生什么孩子呢 我才不生孩子 那现代人很厉害啊 他会避孕 男女之间就是为了这个小乐 就出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为了这个小乐 密教的所谓大乐 就是因为 你走火生起来的时候 它摩擦你的中脉 你会产生非常大的快乐 告诉大家 如果效益不生 就是没有什么大乐 没有 产生没有 你修了也不会很高兴 不业而修 则如马性意 我告诉你 心言意马 精神不能集中 水性施 流失的 流失的水性 也产生带 那个心言意马 所言宜心相离 你这个在观修当中 跟心啊 是离开的念头 跟你本身在修法 离开你的念头不再修法 故不宜修 像这样子的话就不要修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你居然 灼火未生 你觉得修了 没有感觉到很愉快 那就不要修 那我跟大家讲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修到不愉快的时候 一定有障碍在你身体里面 障碍你 那你这个时候啊 你的气啊 脉啊 脉啊 敏点 脉可能会错乱 脉错乱了以后 唯一的方法 就是震动的方法 就是这样子 我以前讲的 这样子按的 把他起来 给他顿几下 起来 要起来 哇 阿蜜豆腐啦 这个椅子又要给我买掉了 椅子不牢 这样子震动 会让你的脉 因为震动的关系 变成正常 你的脉扭曲了 一定不会快乐 修灼火一定不会快乐 修无肉也不会快乐 你脉要好 就是一定要这样子震动 脉 它就会调回来 变成顺的 就是这个方法 但是有 坐骨神经痛的不要做 不要按照我这个方法做 对不对 到时候你说 哇 骨头断了 怎么办 坐骨神经就断了 那就不行 或者你 哪里 其实 这是调整你身上的脉 这样子 一坐的话 脉就会值钱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教大家方法 不然你坐了 不舒服啊 那你舒服了 那你舒服了 就会坐啊 又若夜而不修 则效益不生 你明明得到大乐了 有乐的感觉出来了 你不修 那不对 这个是 但是你不快乐 觉得修的不快乐 你修也不好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修的不快乐 一定你的脉扭曲了 或者阻塞了 那你必须要用刚才 世尊所讲的方法去做 这是一个要诀 小王跟小曾夫妻今天大吵一顿 小曾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 早知道 就听我妈妈讲的 不要嫁给你 小王突然间 停住 他讲 你说你妈妈曾阻止 阻止你嫁给我 小曾点点头 小王垂了一下桌子说 哎呀 这些年 我真的凑怪了他 了解意思吗 所以夫妻的事情啊 接着昨天的意思 夫妻的事情 很难去理解 很难去理解 我以前讲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在跳楼自杀 警察就来了 就很 用很好的 在旁边跟他讲 你不要跳楼啊 你到底有什么困难 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他就讲 两年前 大概两年吧 两年前 我的好朋友把我太太拐走了 那警察就讲很奇怪 警察就讲说 那 你要至 你要跳楼 也应该两年前就跳楼吧 你好朋友把 把太太拐走了 那你 两年前就应该跳楼 那位要跳楼的先生 转过头跟警察讲 不是 是 因为我的朋友说 要把 要把 我的太太又送回来 哈哈 你看 太太多么的可怕 真的 有的是很可怕的 真的 有的是很可怕的 他说 我想离分 我的太太 已经有两个月 没有跟我说半句话了 他的朋友回答他 你要考虑清楚啊 这个朋友欠他 现在啊 这种老婆已经很难找了 只是不讲话 这老婆很难找了啦 在你耳朵旁边把你吵死 世界上有两种事情很难办 第一个是把自己的思想 装进别人的脑袋 第二个是把别人的钱 装进自己的口袋 前者成功的 就叫老师 后者成功的 就叫老板 两个都成功的 就叫老伯 怎么会这样 一对夫妻到律师事务所协议离分 妻子讲 我要求离分 是因为从结婚到现在 我讲话他从来不曾听 丈夫讲乱说 这回你要我到律师事务所 我不是跟来了吗 我不是跟来了吗 你看都是夫妻的问题哦 这年头还是出家的好 太太问先生 你今天怎么衣冠除除的 先生回答 今天是我们金分纪念日 太太太讲 你开什么玩笑 你结婚才五年耶 先生 先生回答 可是这五年 对我来说 就是整整五十年 你看还是夫妻的问题 我觉得我的一生 有一点点的遗憾 一点小小小小小小小的遗憾 今天我如果是联姻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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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那个修灼火的大乐还要乐 有一个害兆的男孩子 终于鼓起勇气 问自己心仪的女孩 你什么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 女孩子回答 头颜的 男孩子很伤心的说 驼扁一点 不行 一个是头颜的 有颜的啦 有颜的啦 头颜的 男孩子很伤心的 头扁一点的不行 有一个学生问老师 这个愤日怎么写 就是米田共 米田共怎么写 老师一时也忘了 只好回答 什么 明明就在脑子里 怎么就出来 怎么就出来 有一个犯人被执行枪决 由于子弹是挟支品 第一枪没有放出 接着又放第二枪 第三枪 这个时候犯人哭了 大哥啊 你把我掐死算了 我已经被你吓死了 某一个农夫呢 看女儿实在是太丑了 首先叫他去这个 看玉米田 做当稻草人 瞎瞎乌鸦 结果他不仅吓走了乌鸦 甚至有三只乌鸦 吓得把一些玉米又送回来 这个笑话也蛮好笑的 爸爸问女儿 妈妈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女儿就回答 她获得了恐怖大会 装扮比赛的第一名 爸爸讲 那应该值得高兴才对啊 女儿回答 但是妈妈什么都没有装扮 她是陪我去的 你看这个妈妈多恐怖 多恐怖 真的是很恐怖耶 我觉得人生 这个笑一笑 大家开心 什么都过了 人生也没有什么 就是开开心心的过完这一生 好好的修行 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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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